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颈部头部多处被砍伤 刀刀致命 颈部血淋淋的肉往外翻着 连已经被血污覆盖的看不清了 这时候有村民向警方透露 与死者一起的还有两名男子 已经被120送到医院去医治 村民还向民警透露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蒋海燕 31岁 是白水镇油菜冲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那么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妇 为什么会遭此毒手呢 被送往医院的两个人 一个是蒋海燕的丈夫赵元斌 另一个是他们的邻居赵正良 因为三个人的关系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凶杀案 所以决定从蒋海燕家入手 到了蒋海燕家 警方发现他家里的房门虚掩着 进去之后 眼前的景象再次让警察感到震惊 只见地上那是背盘狼藉 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死在了沙发上 男孩脸上的血污和眼泪混在了一起 已经看不出模样了 手臂软塌塌地垂在了地上 男孩的死法和母亲一模一样 都是被人用刀砍死的 是多大的仇恨 能让人下如此毒手 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呢 被送去医院的两个人 无疑成了案件的关键 这两个人肯定是知情人 可惜的是这两人一直处在昏迷之中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民警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与蒋海燕丈夫赵元冰一起被送到医院的邻居赵正良 呕吐物里面有一种刺鼻的农药味 喝农药 这肯定是一种自杀行为 如果别人投毒 农药的强烈的刺激性味道很容易就会被察觉 没人会这么干的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赵正良自己喝了农药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喝农药自杀呢 他怎么会和蒋海燕一家三口一起遇害呢 对赵正良验伤之后 警方也发现 他的伤不像是被人行凶 更像是自残 法医随后对蒋海燕的尸体进行解剖时 也有了重要发现 蒋海燕居然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 此外 蒋海燕体内还发现了男性的经验 难道蒋海燕是被奸杀的吗 是怎样丧心病狂的人 能对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孕妇做出这样禽手不如的行为呢 经过技术比对 警方发现 蒋海燕体内的经验是属于两名男性的 其中之一是他丈夫赵元兵 另一个则是邻居赵正良的 到此刻 真相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邻居们看到这样的惨剧 纷纷议论着关于蒋海燕一家的肥短流长 哎 都是这个蒋海燕害了他们一家人哪 可不是吗 可怜那娃娃那么小啊 被他妈呀给拖累死了 这个蒋海燕真是个害人精啊 剩下他公公婆婆老两口可怎么活呀 哎 白发人送黑发人哪 街坊邻居反正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 原来蒋海燕的丈夫啊 常年在外打工 蒋海燕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子里边生活 邻居赵正良三十岁了 还没结婚呢 这个年纪在村子里边这就属于老光棍啊 也没什么姑娘愿意嫁给他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蒋海燕和赵正良开始了一段孽缘 赵正良父亲过世的时候 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 没办法操持父亲的丧事 就请了邻居蒋海燕来帮忙料理些琐事 正是因为有了蒋海燕的帮忙 父亲的丧事啊 办得很顺利 晚上坐在凳子上休息的赵正良 看着能干的蒋海燕说着感谢之词 而蒋海燕却暧昧的看着赵正良 说自己丈夫不在家 让赵正良送自己回家 赵正良也没多想 就把蒋海燕送回家了 到了蒋海燕家里 蒋海燕啊 说自己不舒服 让赵正良照顾他 随后蒋海燕的举动 让赵正良一愣 他从后面抱住了赵正良 含情默默的跟赵正良说 我想要你 赵正良当时就慌了呀 手足无措呀 想到与赵元兵的感情 很快就恢复了理智 一把推开了蒋海燕就说 我不能做对不起元兵的事 不过蒋海燕没有放弃 反而更肆无忌惮的 往赵正良身上贴 做出了一些让人很害羞的亲密举动 单身多年的赵正良 哪受得了这个呀 很快就把持不住了 两个人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 这也成了蒋海燕 踏上黄泉路的第一步 不久赵正良因为生病住院 蒋海燕知道消息以后 就来到医院照顾赵正良 俩人晚上啊 就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开房去了 这段时间里 蒋海燕对赵正良的照顾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赵正良后来在接受审讯的时候还说 他连脚都给我洗 这么多年没有哪个女人 对我这么好过 正因为如此 赵正良陷进了蒋海燕的温柔漩涡里 难以自拔了 他哪知道 这个漩涡却是吞没他良知的深渊 长此以往 两人之间的关系 在乡亲们中间那传的到处都是 自然也就传到了 蒋海燕丈夫赵元冰的耳朵里 赵元冰给赵正良打了电话 愤怒的质问他 我听说了村里的传言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赵正良知道事情败露了 他有些害怕 但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想了一会儿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随后他对赵元冰说 咱们三个人把事情都说开吧 见面之后 赵元冰碍于两个人过去的交情 还是规劝赵正良 正良 别再影响我们夫妻的感情 你俩关系赶紧断了吧 没想到这句话 却被赵正良视作赵元冰软弱的表现 心里啊 一点害怕都没有了 更嚣张了 元冰啊 反正你已经知道了 你要是能忍就忍 不能忍 你就离婚 我跟他过 赵元冰见赵正良这么无赖 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在一边的蒋海燕 就好像事不关己似的 也没表态就看热闹 赵正良看到蒋海燕的态度 气得是摔门而去 此时的赵正良 他心里啊 还认为蒋海燕早晚都是自己的 三个人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 就这么不了了之 随后赵元冰又外出打工了 打仗以后 赵正良和蒋海燕 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赵正良呢 也多次要求蒋海燕和赵元冰离婚 跟自己在一起 不过蒋海燕嘴上答应着 迟迟没有行动 又过了一阵 赵正良听说赵元冰快要回家了 就再次催促 就再次催促蒋海燕离婚 蒋海燕哪 都有点听得不耐烦了 他就十分敷衍的 答应了赵正良 可赵元冰回家之后 蒋海燕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一气之下 满腔怒火的赵正良 闯进了蒋海燕的家 来讨个说法 在蒋海燕开门的一刹那 赵正良看见赵元冰带着儿子 在沙发上看电视呢 蒋海燕呢 在那收拾家务 这样温馨的画面 在赵正良眼里看来 那是忍不了的 赵正良拿着刀 冲着赵元冰就砍了过去 脸上头上这一顿乱砍 吓得赵元冰拔腿就跑 蒋海燕抱住赵正良 质问他要干什么 赵正良看着这个 把他耍得团团转的女人 听着他对自己的埋怨 更愤怒了 朝着蒋海燕的头 可就砍了下去 蒋海燕呢 拼命的往外跑 但他没想到 沙红眼的赵正良 正将恶魔之手 伸向了他六岁的儿子 把孩子当成了泄愤对象 砍死蒋海燕的儿子之后 赵正良又转过头去 追杀蒋海燕和赵元冰 把三个人都砍倒之后 赵正良逐渐恢复了理智 随后以喝农药的方式 畏罪自杀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 赵正良定力不足在先 杀人泄愤在后 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而蒋海燕呢 也是玩火在先呢 他也为此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 最无辜的就是六岁的孩子 还没来得及感受世界的美好 就因为自己母亲的这段狗血情缘 丧身刀下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黑龙江省有一个小县城叫铁利县 1962年的时候 这儿啊 发生了一起非常残忍的杀人案件 这起案件之中 受害人是一位年轻的女性 她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时候 脑袋跟胳膊 还有腿跟躯干 都已经被人分解了 放到现在 这样的杀人分尸案 都会引起不小的恐慌 更何况是那个年代呢 大伙都没见过这种场景 看到尸体的人啊 都被吓破了胆子 有一些稍微冷静一点的居民 惊慌之余就报了警了 警察立即赶往了尸体所在的现场 但是那个年代刑侦技术 大家也知道啊 很落后 更重要的是 那时候他也没监控啊 如果想要调查 并且侦破一起刑事案件 那是难之又难 到了现场之后 警察对存尸的地方进行了勘查 但勘查了很久 也没什么线索 更没有什么疑点 参与调查的一些警务人员 以及周围的围观群众都认为 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因为那些年呢 跑到火车轨道上 卧轨自杀的人 并不在少数 想必这个死者也是如此 大家都觉得 这猜测 它也有道理啊 于是准备立马结案 平息当时引起的恐慌 平复老百姓的心情 可就在这时候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却发现异常情况了 他说了 这绝不是一起自杀事件 还不能结案 那这位警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呀 这位死者年龄不大 一看就是一位 二十岁左右的女性 再看她的穿着 刚进五月份 咱们黑龙江还很冷 而他穿的衣服 很单薄 这完全不符合 黑龙江当地人 穿衣服的习性 想必这名死者 不是咱们本地人 很有可能 是在被人杀害之后 抛尸在了这个地点 听到老警官这么一说 大家也都认为 有道理啊 有了这样的断定之后 警方又对尸体 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检查 很快警方就发现了 另一个非常大的疑点 死者身上有一个口袋 但是口袋里什么也没有 这让警方有理由怀疑 可能是被凶手拿走 处理掉了 随后死者的手指 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方发现在死者的食指上 有一条很重的陷茧 这条陷茧并不是劳动所致 而是长期用笔形成的笔简 这就说明死者是有一定文化的 不是什么劳动工作者 这起案件在当时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整个黑龙江范围之内 都被传得沸沸扬扬 一些老人甚至猜想 这是不是间谍特务干的呀 不然谁能有这么大本事啊 作案之后 警察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着啊 大概又过了几天 警方在火车道的一片树林子里边 找到了死者另一条被分解的大腿 这个发现对警方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在死者的大腿上 发现了一张粘在裤腿上的残破的信纸 信纸被警方小心翼翼的拿回来查看 可是信纸上的内容并不容易看清楚 字体也是歪歪扭扭的 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才看清楚了信纸上的两个名字 韩国栋以及莲妹 就莲花的那个莲妹妹的那妹 至此警方可以断定 莲妹应该就是死者的名字 而这个叫韩国栋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凶手 虽然警方找到了突破口了 但就算知道韩国栋的名字 也很难把他的身份信息查明 那时候没互联网啊 这就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 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 黑龙江警方破案的决心 他们决定用最笨的办法 找出韩国栋这个人 调查人口 人口的调查速度极其的缓慢 有经验的老警官建议 先从南方查起 因为死者像是从南方过来的 这样可以有效的缩减侦破时间 警方这一查 还真查到了一个结果 山东有一个叫韩国栋的人 而且确实有一个叫黄莲妹的女人失踪了 她的年龄跟身份基本上都能和死者对应上 警察当即断定 黄莲妹就是死者 确定了韩国栋的身份以及家庭地址之后 黑龙江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前往山东 并且找到了这韩国栋 一开始见到韩国栋啊 警方都很意外 为什么呢 韩国栋看上去文文尔雅的 而且谈吐不凡 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会杀人分尸的 穷凶极恶的罪犯呢 经过对韩国栋的审问 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 而韩国栋在审讯中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有一个姓邱的男的追求过黄莲妹 但是并没成功 韩国栋这话就引起警方注意了 这个姓邱的男的作案嫌疑也不小啊 很有可能是为情杀人呢 随后根据韩国栋提供的线索 警方又再次找到了邱某的住所 邱某啊 在得知闯进屋子里的人是警察之后 撒腿就跑 可是你跑还跑得了啊 还是被警方迅速控制住了 邱某被抓获之后 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他说黄莲妹长得漂亮 人也有文化 他自己呢 大字不识一个 可偏偏被黄莲妹吸引的鬼迷心窍 随后鼓起勇气追求黄莲妹 人黄莲妹肯定不同意啊 黄莲妹呢 跟韩国栋在一起了 邱某认为黄莲妹这是嫌弃我没文化 眼瞅着和韩国栋俩人整天那么亲密 他就气得都不行了 于是心里有种想法 我得不到 那我就毁掉 五月初 韩国栋离开山东出差 他呢 就假冒韩国栋给黄莲妹写信 说韩国栋手受伤了 希望他能到黑龙江照顾他一段时间 黄莲妹啊 以为韩国栋因为受伤写字不方便 于是对来的这信也没有任何怀疑 很快他就坐上了前往黑龙江的火车 而邱某一直尾随着他 黄莲妹到达黑龙江之后 就被邱某啊绑了起来 直到晚上人少的时候 邱某才动手将他杀害 为了不被人发现 又把黄莲妹的尸体进行了分解 最终的结果 大家可想而知 在那个年代邱某 这穷凶极恶的犯罪行为 必然是被判处死刑 行了 咱这期节目啊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减何 我 想